七巡老人家中意外接到警方来电 说有避险的跟那个一个照片有联系感 慌了手脚按照要求一步步操作 全部转到我名下的一张工商银行卡上了 平日里看似正常的固定电话号码 成了嫌疑人诈骗的圈套 警方顺限追击 拨开迷雾 找上门的服务 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你好 拍索了 过来问点情况 拍索了 你好 拍索了 那个就是我问一下 你们家里有没有那个就是那种 还有宽带啊这种东西的 有的 有的 你按照让我看看呢 对对对 这是江苏无锡警方到一处居民家中 进行调查时拍摄到的视频 在这对八九十岁的老年夫妇家中 警察在找一个跟宽带有关的东西 是最近来装的吗 是最近来装的 是吗 最近来装的 装了三个 在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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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这个东西被找到后 从外表上看 跟家用的网络机顶盒没什么区别 但是仔细检查后 警察觉得 这个看似普通的设备是有问题的 那这个设备我们带回去了啊 这个设备我们带回去了 因为这个是有问题的设备 你知道吧 这个是有问题的 到时候装在你家里要出问题的 对 所以说今天我们要来找这个东西的 我也不知道 随后警察把这个盒子带走 进行检查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日说法 在一对八九十岁的老年夫妇家中 警察找到了一个盒子 看起来就是一个家用的机顶盒 好像没什么特别之处 但是警察觉得有问题 这个盒子里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呢 我们先从警方接到的一起 报案开始说起 要想说清楚这个盒子的问题 还得从另一位老人胡女士的报案说起 今年七十五岁的胡女士 是江苏无锡一家工厂的退休职工 说起前不久的那次遭遇 到现在胡女士还觉得不可思议 原来2024年5月23日那天上午 胡女士在家中接到了一个男子的电话 对方自称是无锡市公安局的警察 说他们在办理一起诈骗案件当中发现 涉案的嫌疑人在转移赃款时 使用的作案工具是胡女士名下的银行卡 因此他们要对胡女士名下银行账户资金进行审查 看胡女士是否参与了犯罪 她说你在当地好像办了个银行卡 上面有59万几号显示 说有笔钱的跟那个一个诈骗有联系感 如果胡女士接到的是一些外地的 或者是境外的电话号码 那她肯定会怀疑对方是诈骗 但是当时对方给她打来的电话 用的是无锡本地的座机号码 这多少让胡女士从心理上 有了一点信任的感觉 不仅如此 对方还主动提出 要添加胡女士为网络好友 通过视频聊天来证明对方的身份 随后双方进行了视频通话 但是很短的时间之后 对方就说胡女士家的信号不好 通话就结束了 通过视频通话环节 胡女士更相信对方了 删了那个警服有警户 戴个帽子的 什么都全的 那我就认为她是警察嘛 并且在视频聊天的过程中 胡女士说 对方还给她出具了一张立案调查函 虽然这上面显示的内容她搞不清楚 但是这上面显示她的名字跟照片 还有身份证号码都是真的 这就让胡女士更加相信 对方找她是有原因的 她可能真的是涉案了 在这种情况下 胡女士丝毫没有犹豫 按照对方的要求 将自己名下所有的银行卡上的存款 共计106万元 都集中在她那张 开通网上银行业务的银行卡上 对方又以安全为友 给她发过来了一个网络链接 说是让胡女士安装一个公安局 和检察院内部的系统应用程序 通过操作这个安全平台 她们就可以在后台 调查胡女士的这些钱 考虑到胡女士年事已高 对方还提出 要跟她互相开通网络会议室 帮助胡女士完成这些操作 胡女士也就相信了 而胡女士不知道的是 这个时候 胡女士已经跟对方在共享屏幕了 她当时所有在网络上的操作 都是在对方的注视下进行的 屏幕共享 意义在于就是嫌疑人 就要看你的手机里相关的东西 比如说 用到咱们的网银去转账 其实你所输入的密码 以及你所收到的验证码 它都可以从中间去截取到 通过屏幕共享都能发现 胡女士的老伴 五年前因病离世 女儿又不在身边 所以从开始接到这个电话 一直到按照对方的要求 下载网络链接 三天的时间内 孤身一人的胡女士 完全没有辨别的能力 就想尽快地解决这个麻烦 以至于当她安装完 这个所谓的公安检查系统之后 对方要对她那张 存有106万元的网银卡进行调查 以涉及到警务机密为由 让胡女士对手机屏幕进行遮盖 胡女士都非常配合 当对方要求输入自己的银行卡密码时 胡女士也照办了 这个手机不是放在这里吗 说你上面把毛巾盖好 然后她说你稍微弄一下 那个数字不是都在下面吗 她说你把密码试上 那么我就把密码按上去 胡女士同样不知道 当她输入银行卡密码时 对方已经在偷偷地转移 胡女士卡上的钱了 等这些操作完成之后 对方就让胡女士等通知 可过去了五个小时 对方就再也没有跟她联系过 期间她也尝试过 拨打对方的那个固定电话 但是一直战线 无法联系 胡女士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再一查银行卡 发现钱没有了 她才意识到被骗了 赶紧报了警 接到报案后 梁西警方 首先对那个与胡女士 网络聊天的号码进行调查 发现对方没有登记实名信息 其次 胡女士陈述自己当时登陆了一个 公安检查内部系统应用程序的网址 警方调查证实 这也是一个非法的网络连接 另外按照胡女士所说 对方办案的流程也不对 正规的流程 我们公安机关就是会通过上门的方式 去那个就是当面见面表明身份 而不会通过就是网上这种 拍个视频啊 拍个照片啊 来表明自己的身份 这显然是有人在冒充司法机关 以审查涉案资金为由 诱骗被害人转移资金 进而实施的诈骗 犯罪分子利用胡女士 对警察身份的信任 在双方视频交谈的过程中 还会出具什么立案调查函等字眼 故意营造出时间紧迫的假象 丝毫不给胡女士思考的机会 诱导她下载非法程序 这样一来 胡女士急于自证清白 自然也就上了套 接到报案后 警方迅速对涉案的资金流展开调查 好在胡女士及时报案 她被骗的106万元当中 有85万元被成功指付了 但是另外的21万元被层层转移 最终流向了何处 无锡警方仍在追查中 市民群众一旦遭遇电炸 第一时间报警 公安机关会用最快的速度 这个旅行指付冻结 确保能够最大限度的挽回损失 涉案电话的机主已经落实 同样也是七旬老人 这个固化线路也没有外接到 其他的区域或者是其他的一个情况 同样的手法 诈骗案件仍有发生 究竟为何 不要有钱的 他电话里就收到 不要我们不收钱的 找上门的服务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警方分析认为 这一切的骗局 都是因诈骗分子 使用了无锡当地的座机号码而起 那么这些涉案电话的机主 会不会也跟案件有关呢 警方调查发现 当初胡女士接到的固定电话 是以0510开头 尾号是8667的座机号码 经查机主姓王 是一名女性 70岁 无锡当地人 可是之前胡女士接到的 所谓的警察电话时 对方是个男的 然后呢 我们对她这个家庭成员啊 也进行了一个初步的研判 发现这个老阿姨是一个人独居 她自己的儿子呢 又在外地 最近呢 也没有回来 通过警方外围的调查 机主王女士的社交圈非常小 平时除了跟家里的亲戚们联系外 身边的关系人非常少 更别说 会让陌生人上门去拨打诈骗电话 如此一来 那么不法分子是怎样利用 机主王女士家的电话 拨打了诈骗电话呢 正当警方准备进一步展开侦查之时 警方又了解到 辖区内另一位老人潘先生 也遭遇到了与胡女士 类似的情况 据潘先生说 当初他之所以会上当受骗 很大的原因是 对方使用的都是他们无锡当地的坐机号码 这很容易让人放松警惕 相信对方所说的身份 以为自己真的是摊上事了 同时 对方也是主动要求进行视频通话 在短暂的通话过程中 潘先生的确看到了 对方好像是穿着制服的样子 就这样一步步落入了 诈骗分子的圈套之中 更令警方意外的是 打给潘先生的那个诈骗电话 显示的还是此前那个王女士家的坐机号码 这让办案的警察感到有些纳闷 因为根据之前的调查 无论是王女士本人还是他的家人 甚至是他家周围的邻居 都排除了作案的可能 难道说犯罪分子利用了什么隐藏的技术 在背后控制着王女士家的这部电话吗 接下来 警察仔细对王女士进行了询问 还专门问起 他近期是否办理过 跟固定电话有关的业务 果然 王女士提供出了重要信息 他说最近确实办理过 前不久有人给他打电话 要上门办理宽带业务 一个电话是个女的打过来的 他说你那的电话是 要8667啊 我说是啊 后来他说 电话要有个人到你们家来 装个宽带 就这样了 据王女士回忆 他接到电话大概是在 一个星期前的上午 当时给他打来电话的人 自称是当地的电信部门的客服人员 说他们电信公司近期搞活动 需要工人上门入户 安装网络宽带升级设备 让王女士家里留个人 宽带升级 不要用钱的 他电话里就收到 不要 我们不收钱的 免费的 在王女士看来 当时对方拨打的是 家里的座机电话 本身这个号码 知道的人就很少 对方自爆家门 说是电信公司的内部人员 那肯定是掌握自己的相关信息 而提供的这项安装业务 也正好在电信部门工作的范畴之内 所以王女士也就理所当然的 答应了对方的要求 就在接到这个电话的当天下午三点钟 王女士说 果然就有一个自称是电信公司 负责安装设备的工作人员 找上门来了 此人是一个中年男性 带着公牌 看起来非常老实的样子 等全部安装调试好之后 对方又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 然后就离开了 就装好了 就是你十天之内不能打电话 他那个电话都装在那上面 打不通的 不能打的 这个长方形的黑盒子 就是当时对方加装到王女士家的设备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普通的家用的机顶盒 而且王女士一再表示 在整个安装设备的过程中 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 所以他也就没当回事了 宽带里面有什么呢 我想想什么也没有的 那我王女不能打 反正我王女没什么重要的事情 那就不打就不打 人家打不进来就罢了 打不进来就打不进来了 但是警察认为 宽带升级跟坐机电话的正常使用 完全是两码事 为什么对方提出安装这个盒子后 坐机电话要在十天之内不能正常使用呢 根据当时的调查 在王女士居住的这栋楼上 只有她家安装了这个黑盒子 而且这种安装设备的行为 也不是当地通信部门安排的 然后我们就跟当地的这个电信部门进行了核实 发现这个该区并没有这项业务 也没有说是可以免费这种提升网速的这么一个情况 更没有说安排专门的这个技术人员上门安装设备的这么一种情况 也就是说有人在冒充电信部门的工作人员安装了这台设备 随即根据王女士提供的线索 在案发的时间段内 警察通过小区的道路监控录像 锁定了这个安装设备的嫌疑人 就是画面当中 这个穿着白色短袖T恤 手里拎着一个红色纸带跟网线的中年男子 随后根据此人的体貌特征 警方又通过路面的监控设施 发现那名男子案发当天 从王女士家离开之后 乘坐交通工具 在到达无锡市的新无区 一处城乡接合部后 消失了踪迹 但是在城中村里面 我们那个监控当时也一直没有看到他出来 但是我们判断这个人可能是住在这里 基于这个一个判断 我们就把城中村这里面的一个常住 跟占住登记的人员 信息全部调取出来 最后通过对该区域的人口登记信息进行排查 警方很快锁定了 当初给王女士家安装设备的那个人姓赵 1975年出生 在无锡市一处工地上打零工 警察马上对此人实施了抓捕 并在其出租房内 发现了这种可疑的设备七台 这种设备 也就是节目开头 警察从一对老年夫妇家里带走的那种黑色盒子 据赵某档案后的交代 他是觉得在工地上干活累 就想找一份既轻松又来钱快的活 后来通过工友的介绍 他认识了一个自称是电信公司的人 就是在这个人的指使下 他才干了这件事 至于安装的这些设备有什么用 赵某说他不知道 他只需按照这个上线的要求 拿着这些设备 到上家指定的用户家里上门安装即可 那么他的上家是谁呢 赵某又表示 他跟此人都是通过网络聊天的方式相互联系的 后来这个人也联系不上了 他也不清楚对方的具体身份 为了几百元的报酬 他们成为不法分子的帮凶 面对诈骗的花样翻新 我们该怎样擦亮眼睛 找上门的服务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警察跟赵某联系的上线 使用的是网络虚拟的号码 一时无从落实这个人的真实身份 不过给赵某介绍这个活的人 是赵某的工友刘某 此人1999年出生 那刘某在其中又扮演什么角色呢 警察很快找到了刘某 据他说 其实他跟赵某一样 都是干小活的 他的上线就是工友赵某的那个上线 目前联系不上了 当初在网络上认识了对方之后 就觉得干这个活不但轻松 还能挣点小钱 据刘某交代 上线为了提高安装盒子的效率 就以每人200元钱的介绍费 鼓励刘某发展新成员 刘某这才找到了平时关系不错的赵某 对于安装这个盒子有什么用 刘某说他同样不清楚 他只是觉得 按照上线提供的电话跟地址 那些被安装设备的用户 都是一些老年人 到他们家里面糊弄一下 也就完成了任务 那么这些黑盒子 到底是什么样的原理 为什么安装之后 就能被诈骗分子所利用了呢 警方进行认真的分析之后 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它其实是一个叫引引网关的设备 它是要接一根网线 接根电源线 还有接一根电话线 就是要把居民家中的电话线 拔出来 插到它这个设备里面 就是把这个电话信号变成网络信号 如果境外的诈骗分子 他在境外通过这个小盒子 通过网络来操控这个电话 然后拨打我们受害人电话 受害人接到的这个电话 其实就是我们本地的这个固化 到目前为止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 这些黑色盒子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警方经过调查发现 诈骗分子躲藏在境外 通过第三方网络代付的方式 从生产厂家 直接订购了那些盒子 由厂家寄给了赵某和刘某 这样的安装人员 安装的对象 也是诈骗分子在境外 遥控指挥的 根据赵某和刘某等人的交代 警方对他们安装过这些设备的住户 逐一展开了调查 最终证实 安装成功的有27家 节目开头 警方上门核实情况的那对老年夫妇家 就是其中的一户 根据调查 这些家里被安装设备的用户 大多数也都是独居老年人 他们对于这种所谓的语音网关设备 根本就没什么概念 就这样稀里糊涂的被坏人利用 充当了诈骗团伙的工具人 据统计 从胡女士报案 再到警方发现端倪 利用语音网关设备成功实施诈骗的案件 就有六起 涉案的金额有317万元 从我们实施的一些案例来看 可能年纪大一点的同志退休以后 他毕竟脱离社会有一段的时间了 那么对一些社会的感知 对社会上存在的违法犯罪的一些现象 可能还存在着一些盲区 针对此类主要针对老年人的诈骗案件 无锡警方除了加大宣传力度之外 还专门针对被害人支付密码泄露的情况 联合相关部门采取了应对之策 那么我们无锡公安 也跟我们在无锡当地的一些 这个法人银行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那么进行了一些技术反制 简单来说呢 就是在打开银行手机银行的同时 就你不能同时打开屏幕共享软件 达到了及时有效阻止用户信息 被犯罪分子窃取利用的这个情况 截止到目前 梁西警方共抓获安装此类设备的犯罪团伙7个 抓获犯罪嫌疑人25名 缴获这种语音网关设备58台 目前案件涉及到的25名犯罪嫌疑人 都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王小伟教授 王教授您好 在今天的这起案件当中 那些负责上门安装设备的人 他们可以说是整个诈骗犯罪链条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他们的行为在法律上到底算诈骗罪 还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呢 他们两个罪名主要的区别呢 其实就在于行为人的主观明知内容 如果他们明知上线呢 就是在从事电信网络诈骗活动 仍然呢还提供这样的一些帮助 那么事实上呢 他们就构成了诈骗罪的共犯 就应该按照诈骗罪去进行评价 但是如果呢 他只是笼统的知道 上线呢是在利用信息网络 从事一些违法犯罪活动 但具体是哪一种 他并不明确的知道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 由于主观明知内容的不确定 就应该呢认定为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王教授 您看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 不论是被冒充公检法诈骗的人 还是被安装了这些盒子的用户 大多数都是老年人 那咱们公安机关 针对此类犯罪在打击的时候 有什么措施呢 对于这类犯罪呢 一方面呢是要对诈骗分子进行严厉打击 另外一方面呢 也是要坚持全链条打击 对这些为诈骗活动提供帮助的 合肥产人员进行打击 这是从打击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呢 就是要加强各类的反制措施 那么比如说呢 按照反诈法的规定 我们的电信企业 可以呢对一些行为异常的电话呢 采取一些反制措施 让这些电话呢打不进来 还有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像节目中提到的 当打开这个银行的软件的时候呢 不能同时再去打开这个屏幕共享软件 这个呢应该说呢 也是一个有效的反制措施 这是适中的 那么事后呢 那当然呢 就是对被骗资金 进行紧急指付和追查冻结 尽量的帮助被骗人呢 挽回损失 那么从防范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一方面我觉得 应该针对老年人群体呢 去开展一些反诈宣传的 相应的一些活动 把最新的一些骗术的表现和变化 能够及时呢 传递到老年人群体这里 让他呢做到心中有数 遇到相应情况的时候呢 能够呢及时做出一个判断 另外一个方面呢 作为家人来讲 那么对于家里的老人 也要多一些关心和陪伴 多去讲一些防骗石炸的基础常识 减少老年人上当受骗的几率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看似犯罪嫌疑人操作简单 就只是上门安装了一个机顶盒 一样的东西 但是这背后带来的危害 却是谁都没有想到的 对于违法犯罪行为 公安机关历来都是严厉打击 同时我们也给老年人群体提个醒 当陌生人来电话 让你做什么操作的时候 一定要慎重 多和家人子女商量 通过多种渠道来甄别和判断 不要轻易去做决定 以免上当受骗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也感谢王教授参与今天的讨论 欢迎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 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